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宋句开始呼吸 断道本身是一个 季色论里的名相 是指五间道 是断烦恼的意思 所以断道这个名相 最早是从季色论这边出现的 先把这个断道的部分跟同学人讲解一下 到我们后面的部分 贤盛品跟定品 会看到很多五间道的内容 这里我特别用黄色部分 就是这个它的果会 因为以下全部的开始 从这个送句开始 一直到我们分别叶品的卷17 接着到卷17完 大概就会把这个 我们之前的讲的这个 在根品里面介绍的五果 他要讨论说 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 如果你很熟练的话 那你每一个念头一出现 你的因果 你看到因 因 然后缘 因是一个最主要的 缘是帮助 然后呢 再产生怎么样的果出来 所以你每一个念头 当你对这些内容很熟悉的话 你一念起来的时候 你的因果你就知道了 你不用等到下一世 所以哪一些业会对哪一些果产生 业对法产生哪一些果呢 就会清清楚楚 总共就这五个 这五个果呢 因为之前有一些同学没看 没上到我们前面的部分 那我大概讲一下 试用果呢 就是具有因跟相应因 当我们的心跟它相应的时候呢 那这个力量就会出来 试用是人去加工用心 产生的作用引发出来 那具有就是有互为因果 就是互相帮忙 又是因又是这个果 因果呢都互相来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之前举一个例子 要逃出这个火灾现场了 虾子跟婆角两个人互相帮忙 才会快 因为婆角跑不快 那虾子看不到逃生的入口 那两个互相帮忙 所以具有因就是互相为因果 然后呢又有相应因 那这个适用果就会出来 结果就会产生我们这样适用果 所以有两个因 具有因跟相应因的时候 就是适用果 那如果同类因跟片形因 就是呢 相等的 前念是散 后念就是散的果 前念是恶 后念是恶的果 所以同类因 然后呢 在同类因里面呢 比较特别是说 在我们的烦恼染污这一块 所以片形因呢 就会占我们下面随眠品里面 很重要的部分要去讲解 在我们三件轮回里面 十一个片形祸呢 是一个最重要 生起其他烦恼很重要的 所以呢 在同类因里面呢 又有一个特别 比较染污我们去产生烦恼 叫片形因这一块 那它就有一个叫等流果 就是相等类似的 前面跟后面的相续 有相等的 平等流转的 类似的时候呢 就叫等流果 然后异熟因呢 这个应该大家比较熟 就是我们这个轮回的时候 你只要有照善恶因 你就会有果出来 那不过呢 叫做异熟是异因异地 而熟是因为你的善恶因 什么时候会因缘成熟 产生果呢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呢 这个果呢 是无忌了 因呢 却是有善有恶 就是善恶分明 但是果呢 却是无忌的 因为它已经形成结果了 就没有所谓的善恶了 再来呢 后面这个就范围最大的 就是这个了 能做因 它呢 只要是不障碍的 我们都可以叫做能做因 那不过呢 在能做因里面 它又分一个是有力量帮助 一个是不障碍 不障碍的就范围很广 只要你要来上课 这个宇宙间不障碍你的 都是你的 这个 我们讲的能做因 因为都对你有增上的效果 都有增上的效果 所以这个应该再从网上看一下 这边我们知道 有一个无力跟有力 无力的部分就是说 只要不障碍你的都是 有力的话就是有真上所缘等无间言 这三个的能做因 它表现出来比较 是有这个特别的方向 但是无力的话就是说 只要不障碍都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同类因 它就是一个因缘而已 那这个能做呢 假设万法的原生 我们有因缘果来讲 这个因是主要的 如果这一颗种子没有 那缘也没用 因为没有种子 怎么会产生出果实呢 所以因是主要的 那缘是帮助的 这帮助里面有分四个 叫真上缘 索缘缘跟无间缘 还有青缘 青的这个缘是土壤 种子一定要在土壤里面 但是呢 这个土壤有了以后呢 它还要怎么样 透过我们的阳光水 还有这个空气 所以也要有真上缘 然后呢 索缘缘就是这颗种子本身 它是有生命力的 它能够呢 有一个我们的种子 这个索缘呢 它是一个有生命的 如果它没有生命是 种子本身没有办法再继续生长的 有胶牙败种那种 就没有办法 然后呢 无间 就是种子还能不断不断的生长的时候 等无间缘就不断不断的一直有生命力 这样子呢 果就会出现了 种子就会生成果实 所以在真上 这个是要说明这个 我们的真上缘 所缘缘跟等无间缘 在能作音里面呢 它的有力里面就有真上 所缘缘跟等无间这三个 那无力的话呢 本身就是呢 不要障碍的都是叫做真上缘 它就会产生我们 真上缘的话 这边就产生我们的真上果 这个范围最大是在这一个 那我们这个部分呢 是要讲到呢 因为在课本里面 是我们刚刚看到398页 它在断道的有肉液 它这个断道呢 可以用到各有肉液的上面 下一句的无肉液上面 也可以加断道 断道的有肉液有五个果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五个果 那意思说 这个断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这是能够断我们的祸 烦恼障 然后能够呢 刚才始先扶住 然后最后断了就正德 所以呢 有家行无间解脱跟圣境 的这个四个无肉 这里的无肉呢 这个家行无间解脱圣境的 这是指断道里面 无肉的部分 那小圣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据色论呢 它其实是一个森文圣的开始 但是就像我们一个房子要盖的时候 一定要先打地基 所以你的地基打得越稳固的时候 这个高楼呢 就可以建得越很高 所以呢 这个断道是有两个 有肉跟无肉的无间道 那其中呢 建道的是无肉 修道是有肉跟无肉都有 那断 这里有两个意思嘛 有有肉跟无肉 因为如果是今天呢 我们要出三界断烦恼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断道呢 是无肉的 那如果呢 这边有两个 他解无间道能正得无为 这是折灭无为的话呢 即能断 这个或是有为烦恼 就叫做断道 所以有两个 一个是扶住烦恼 一个是正得 断了烦恼 所以这边正断 正得折灭无为 所以呢 那这个无为断就是折灭无为的意思 断尽烦恼而显出这个道理 那断或的话是断除烦恼 所以刚刚这个正的话是 正得折灭无为 断的话是断除烦恼 那断除烦恼要在无间道 他可以断除 无助我们在三界里面的烦恼 那这个正得让你正得折灭 断或正得折灭叫断道 所以断道是指了无间道 那解脱道的话已经是怎么样 已经是正得了 所以这里强调是一个断字 所以特别要知道断字的话是无间道 有漏道之断呢 具有这五果 那因为呢 为什么他有离戏果 因为他就断了我们这个三界的戏符 所以他包括这个 我们这边课本前面几行都有写 他也有包括的是呢 这个离戏果 是因为他可以断或正得折灭无为 在我们的第三行下面 所以有漏道之断呢 具有一手果 等流果 然后离戏果 试用果 增上果 那无漏道的断呢 无漏道 因为这个断道可以呢 加在我们 所以具足有无果 断道无漏液 它因为五个字的关系 它上面的文字会沿用到下一句 有四个 但是这个时候要除的是一手果 因为呢 无漏液的话就不再造叶 产生一手果了嘛 所以他要除到一手果 你前面那个是有漏液 断道有漏液 具足呢 无果 断道的无漏液呢 就有四个字呢 除掉了一手果 所以这断道有两个一个字 能除之断 就是除掉烦恼 一个是正的 折灭无为 有这样两个意思在 以我们基色伦来讲 他是在呢 当我们在这个三戒九地的时候 玉戒是一地嘛 五趣杂居地 然后色戒有四地 五色戒有四地 所以加起来九地 那圣者来讲 他们在修道的时候呢 断玉戒前六平的时候 他们是二果 然后 这里的断道的意思就是在 断对峙我们的烦恼 所以玉戒的九平 前段的时候是三果 圣人 然后断上二戒的时候呢 是七十二品 是四果 上二戒 上二戒就是色戒跟五色戒的烦恼 那个就七十二品的话 就是四果圣人 所以这边包括修货有断道 不是只有建道 所以每断一品货的时候就各有五间道跟卸托道 当你正在断烦恼的时候是五间道 烦恼既然断而得解脱之位就解脱道 所以他说玉戒呢 就是我刚刚讲九地嘛 我们三戒有九地 玉戒的施货呢 这也施货是呢 我们讲的这个修货 建货的话是八十八时 然后修货有八十一品 那八十一品呢 有九品 九九八十一 所以呢 他们每一品的下面都有九个五间道 九个卸托道 所以五间道是断呢 断烦恼的种子 为目的 那解脱道是正德真理了 所以看到断道就知道一定是五间道 然后面他会有余字 就是要把这五间道除完的其他的 那因为呢 如果你这边讲五间道以断或为目的 解脱道正德真理 那五间道是断或还有残留习气的话 他到解脱道的时候呢 也要到解脱道的时候 包括你这个习气啊 都要完全没有 才能证得肌灭之理 所以五间道是断 解脱道是舍掉我们的习气 证得这个果位 舍掉习气要证得果位 代表你完全没有这些烦恼 那有漏六行观呢 他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漏的断道 有漏断道就是用有漏六行观 他这个时候呢是巨族吾国 但是他也有离系过 就是说有一些用有漏六行观 他还是可以呢断烦恼 就是有漏的断地断我们修货的烦恼 修货烦恼那就要靠上下界的这样比较 就是上地跟下地 下地是出苦障 然后关了厌离 然后上地是静庙离 关了很新厌 就是新县 然后羡慕的县 然后去新上厌下的时候 这样吃地可以断下地的祸 这样的方式 这是刚刚断道的有漏约是讲的 就是这个六行观 所以有部主张修行人在入箭道以前 等于说你还没箭道以前 你先修正你的不良喜气 那等箭道的时候 你的果位可能刚刚讲断了六品就是二果了 断了九品就是三果了 所以可以用有漏六行观去断除我们的修货的一部分 然后入于箭道 所以有漏六行观的部分 他就有可能他也会正得离析果 我们的第一句讲句竹有无果 断道有漏月 他讲的就是这个有漏六行观 他还是可以正得离析果 因为这样有可能你的习句就会断得很多了 所以他这样依次修也可以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部分 上面因为这个断道跟修道的部分 等于说以后呢 我们后面都会一直看到 所以无间道就是开始断除所应断除的烦恼 然后呢 而不违反恼所障碍的修行 可以无间隔 所以无间本身说 你对治完马上没有间隔进入解脱道 现在无外道 所以在正断除烦恼之未起的一个加行道以后呢 而在解脱道之前 所以他是在加行道之后了 所以我们给同学讲应应该有加这一个 这一个部分 无肉业 我们现在看到无肉业 其实他有四个部分 等于说他有加行道 无间道 所以要进入无间道以前 你先要加行 然后你要准备 四加行本身就是一个加行道 你才能进入下一个无间道 无间道就是没有间隔 马上去对治了你的烦恼 然后呢 下一个撒纳 你就进入了解脱道 那达到解脱道以后 你还要圣进道 就是说你要保认继续用功 不是到了以后就 因为还有 在记者论来讲 还有叫做什么 顿根的阿罗汉 他还会退 还会从四国再退到二国 或退到三国 但是他最后也不会断到出国以下 他还是在建道以上 只是这一生退了以后 你要往生以前 你还是会振回你原来的果位 他不会退得很严重 但是他会静静退退 所以这里就为什么还有一个圣经道 他还要往上再继续加功用性 这样才能保认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地方了 讲到这个 这个就我们课本的部分 我就不用讲了 我们就知道适用果 后面我们开始要 透过这个五果去检查 散不散跟五季 到底有几个果 你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因 去产生出来 这样子下一个内容要进去 你就比较容易了解 我们刚刚我看到的是这一个 所以升起加行道之后的是要做五间道 然后他在解脱道之前 所以下面几卷里面这个五间道都会出现 他能断所应断的帐 所以烦恼皆属于五间道断除 所以见到的十五星有八人 八人本身这个人就是认可接受这个道理 而且马上你就拿来面对你的烦恼 所以他八人本身也属于五间道 那修道所断的烦恼呢 他在九地有九品八十一品 这个修货 他也一样 每一品的下面也有五间道跟卸脱道 所以断除有顶地的九品 最后一个就是无间的部分 叫金刚预定的无间道 那就最后完成了四国阿罗汉 就有顶地第九品或最后的无间道 完成的时候就金刚预定了 所以无间道可以通有肉跟无肉 因为他里面有一些是我们的 讲到的是修货的部分就有肉的部分 但是如果达到最有顶的话 他就只有无肉了 没有有肉 这个也是就是告诉我们最后这一句 就是修货于各地都立 就是地的意思是 玉界有五去扎居地 然后色界有四地 五色界有四地 每一地都有九品 然后对峙烦恼的时候 就要无间道 也就要断道 有九个无间道 有九个卸脱道 这个试用国 它分的比较详细 在我们课本397也有讲到 当这个因为适用本身是人去照做的 所以寄生的适用就是有肉道去牵引的 然后无间的话就是说下一个撒那 就进入解脱道 刚刚讲这个部分呢 它是要说明断道的有肉液 所以这里的无间适用讲的是断道的有肉道去牵引 下一个撒那就进入切脱道了 隔月的话就是由有肉道所修的时候呢 刚刚讲有肉的六行观 用那个有肉的六行观去修行的时候 有可能你现在修呢 可能你就可以证得未来的功德性 这里它讲是隔月适用这里道所证 也是未来的功德隔月适用 就是道所证 然后诸无为断呢 无为断的话就是断 证得无为是折灭无为嘛 那它就怎么样 已经来到灭地 我们这个篇章是苦疾灭道 来到灭地的时候 的时候叫无为断 其实证得折灭无为 所谓无为断是折灭无为 那它达到就是不生适用 就不会再不生不灭 以上呢 然后第五以上讲的来是有肉的道的适用果 第五个呢 离开自己所与一切的诸有违法 就是你存在本身以外的有违法 它只要不障碍你的都叫做能做因 所以我们整个世界是息息相关了 因为现在武汉肺炎很严重 所以变成只要有一个人干扰到其他这个环境了 大家就都不能在 这个空间就全部要消毒 也不能要 要大家都要去检查了 所以它这里的能做因的范围就很广了 只要没有障碍你的 障碍的时候就不叫能做因了 所以就是整个环境跟世界都是有关息息相关的 那第五个 离自己所与一切的诸有违法都是真上果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里他特别强调有一句 唯除前身 这意思说 所有的有违法里面 可是我们因跟果要怎么样 清楚 所以因在前果在后 所以要除前身 因为他现在讲到怎么样 真上果了 所以他就不再去讨论他的 前面的那一些因 虽然所有不障碍都是因 但是呢 要除前面的那一些 他现在呢 只看的是果了 因前非后面的果 所以前面的因没有办法成为后面的果 等一下我们下一个诵句里面也会看到 好 再来呢 下一句 无漏业有是为为除一首 前面所讲的所断道 如果是无漏到业 那就只有四果了 就是除掉一首果 因为是有漏业所遭感 无漏业是不遭感果的 所以要除掉一首 那愚呢 下面有一个愚字 这一句愚是指有漏这一块 愚有漏 好 我们前面不是断道有漏业 就是断道的有漏业以外的部分呢 他沿着上面第一句而来 愚有漏善恶 这时候就善恶很分明 因为不是断道了 是有违法 有违法就是有善有恶 愚有漏的善恶 愚是除离戏 也是跟刚刚这个无漏业一样是 他是跟着前面第三句一样 因为他现在那一句是在第五句 他跟第三句一样 无漏业有识 他也是一样四个 愚是除离戏 也是除掉 愚是除离戏 我看一下 就是断道以外所余的有漏的话呢 善恶业 因为他这个试不是说跟前面那个试是同 而是数字相同 数字相同是四个 但是他的试是除掉离戏果 他不是像前面的除掉异戏果 他是除掉离戏 除掉离戏 所以呢他因为他有善有恶 那就会招感的什么 一手果报嘛 对不对 那他当然是在三界融合里面了 所以他就没有离戏果 离戏果是不受三界所欺服的 好 那这样应该这个就很容易清楚了 我想我互习也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前面你不清楚 我想后面再讲什么不知道 所以我还是要把他前面的部分 再强调一下 好 然后呢 再来这一句呢 于无漏无忌 那针对刚刚讲断道无漏业 剩下的无漏呢 是哪一些 就把黄色这个无间道把它除掉了 好 因为他这个断道 断道的无漏业指的就是无间道 所以剩下就是加行解脱跟盛禁了 这三个 还有呢无济 无济也没有算到 所以还有无济这个 所以断道以外所余的无漏 就是剩下加行解脱盛禁 还有无济 除前所除 是除前面所除的益手离戏两个 就是前面 我们这里剩三个 这里现在剩三个果 除掉前面 前面有一个除掉益手果 一个除掉离戏果 对不对 第一个是无果 然后第二个是四果 第三个也是四果 但是他们两个各除 在无果里面 他们各除不一样 第一个是除掉益手果 无漏业除掉益手果 然后余的有漏三个除掉的是离戏果 他就除掉跟前面两个一样 就除掉前面这两个益手跟离戏 除前所除 剩下就是我们讲的 试用果、增上果跟等流果 余、无漏跟无济 这里其实可以用的 那就是他这样变成了 就是剩下这三个 为什么要除掉益手果 因为无漏还有无济 无济不招果报 那无漏剩下无漏也不会 为什么 加息、解脱跟盛禁 他们都在加工用型的 都已经进入无漏业了 已经在无漏业 所以他也不会有益手果 然后呢 为什么要除离戏果呢 因为呢 所以他这边就很仔细 他的离戏果一定是在断道这个时候 才有离戏果 因为他觉得这个阿罗汉呢 虽然他已经进去解脱到恩圣洋 但是这个地方呢 不是在一个断道的那个关键的时候 他就没有离戏果这个马上产生出来 他一定是要在那个断道那个时候 才有那个离戏果 因为不是断道 所以不能断或正面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 应该这样就了解了 接着下一个颂句 下一个颂句是 散等于散等 散等于散等 这里的上面的散等是指散的业 下面的散是散的法 那就是说 这里面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呢 初有四二三 初呢是指呢 我们在散等 第一个散等里面 他有分散业 不散业跟无忌业 后面那个是法 业比较小 法比较大 为什么 业里面是我们的申业跟口业 我们的申业 所以他这里有三个东西 业 法跟果 业力的业 法是七十五法 为什么 法的范围就是从五蕴 十二处十八戒 开展为七十五法 五位七十五法 所以业 然后呢 他自说散业的这个造作呢 他会产生散法的功能有几个果 就是以第一句来讲的话 散等 为什么用一个等字呢 里面有三种 有散业不散业跟无忌业 等是代表了 用这个散字来代表 其实他有三种业 然后呢 法也有三法 散法不散法跟无忌法 那与呢 就是说 我用了散业的造作 我申业跟口业 产生了散法的这个作用 散法作用哪些 大散地法 然后呢 大地法都有 然后就是有关散的部分呢 都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 七十五法里面的散法就会出现了 那所以呢 散业呢 的造作产生的散法的作用 会有哪几个果 产生出来 讲讨论的以下呢 从此第二三性相对果 这个我们从 我们其实下面要讨论是在397的第一行 你有看到 我们的 刚刚复习的第一个是 总明朱业果 397的 对 397的第一行 你有看到 第一呢 业德果 总明朱业果 朱业果 有五果去讨论 然后讨论里面 他的有肉业 无肉业 还有其他的部分 第二个呢 讲三性相对果 就是398业 三性相对 三性就是散性 不散性 跟无际性 所以呢 三性 然后接着他讲三性 三次 所以这边他就来用这样子来讨论有几个果 初有四二三 就是我们的散呢 他呢 有这个四个果 然后呢 二呢 是散呢 对 散业对的是什么 不散法 刚刚散业呢 产生的散法 有这个四个果 初的意思说 叫做呢 第一个初你也写一下散 然后呢 中是指不散 就是散业啦 然后中是不散业 后是指无际业 所以散业如果呢 对下面的产生散法的有四果 散业对不散的法呢 产生不散法的有两个果 散业呢 产生了无际法呢 有三个果 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下面 他这个地方呢 就是讲到 等举就有不散跟无际的部分 不散法跟无际法 是下面的部分 下面那个法 所以等里面有业跟法都有含瓜在里面 将散等业呢 相对于散等法 亦了解他的果 这样子 那业的话呢 色跟形二运 业五运里面他只有两个运 就是色运是因为我们的生业跟口业是色运 行运呢 是我们的私心所 我们的私心所是一个心所的部分 然后呢 心所都是在行运这一部分 属于行运 所以呢 一个是私心所 一个是生业跟口业 这两运为体 所以是少分为体 无运里面的少部分为体 少部分 但是来到善等三法的时候 他是五运为体 这一章里面有讲 五运为体 五运为体 他就范围比较广了 五运就这样子 色运 受运 响运 行运 四运 好 75法了 所以呢 就是业对75法 然后产生什么 哪一些果 那刚开始有善业与善法有四个果 他除掉的是什么 益手果 因为呢 益手果的话是怎么样 无迹嘛 他的法是无迹法 可是他是善业对善法 那善法的话 就不是无迹法 所以他除掉了离析果 益手果 益手果 除掉益手果 因为益手果这边有讲益手的体性不是善的 他是无迹所以要除掉 然后这边的讲义里面的第二个点 黑点的第二个就是善业对不善法的时候 有两个果 就是试用果跟真善果 这两个果其实都是比较普遍会出现 因为你要隐身出来一定要试用果有相应跟具有因 你的心跟他相应 然后呢 有这个具有因的帮助 所以这个隐身出来的是善的隐身是适用果 然后善法呢 不会被障碍 善的 他能产生不善法是还有真善果 就是只要没有去障碍都是真善 由善的隐身出不善 或由善的隐身出不善的不障碍的是真善 可能这个人做善 但是他心里有一些名利的时候 他就变成不善了 那就是他有想要去做就是试用果 然后呢也没有人去障碍他 他就有真善果了 所以善望不善性类呢 但是两个类型不一样 所以没有等流过 然后善以不善为果 善以最后以不善为果 我们知道益守果是 他的体性是无忌法 所以没有益守果 因为他得到的法是不善法 善虽然是善 但是不是断道 所以没有离戏过 只是人天有肉的善 所以他这边除掉的是 一手果跟离戏果这两个 所以他是初有四二三 还有一个也没有等流过 也没有等流过 因为两个善跟不善也没有相同 所以二这个是讲二 初有四二三里面的二 然后三的话呢 善业以无忌法为三 就是适用果真上果一手 这里有一手 因为他有无忌了 你有看到 因为他的善业导致无忌法出现了 那就是一手果有了 那适用跟真上 因为善与无忌的类型呢 不同所以没有等流 因为善不是折面所以没有离戏过 我想这个同 这个懂的话 等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你也可能比较容易懂 然后再来呢 中 中有二三四 中间是指不善了 就是如果我今天造的是不善业的时候 因为他G中间 刚好在善不善 还有无忌他是属于中间 然后他呢 因为本来要做不善业 结果后来 却呢 照做以后 产生善法的功能作用 他有二果 是适用果跟真上果 因为不善隐身的 由他隐身出来 所以有适用果 因为不善法 他没有去障碍的关系 所以是真上果 然后就随于他的因缘产生的是善的法 那不善的旺善性是不同 所以没有等流过 不善业非断道性 所以没有离戏过 然后不善与善为果 所以没有一手果 一手果是无忌法 下面呢 再来第二个 所以他有两个果 就是适用跟真上 然后不善与不善法为三果 就是多一个适用真上以外 再加一个等流果 因为不善业对不善果 当然是同类又等流果 下面的应该就很容易看出来 因为他导致的是不善法 他不是无忌法 所以他也没有预收果 然后他也不是断道 不是我们前面今天互习的断道 所以他也没有离戏过 有断道的话才有离戏过 最后这一个 所以他是终有二三次 最后这个是 不善业以无忌法为嗜果 因为在无果里面呢 他除掉的只有离戏果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断道 他是不善业 因为离戏一定是善性 又要断道 所以他要除去 然后他有适用真上 跟前面一样 然后有一首是因为不善业 善跟不善都会导致 但是导致益手果 而且刚好他是无忌法 益手本身就是无忌法 这个应该都比较容易了解 然后呢 只是这里有一个 比较不容易清楚的事 我们这边是不是看到等流 有看到等流吗 这里他哪一个我看一下 只有这个在课本的哪一段呢 应该是在我们398页倒数二行这里 这个讲到是 嗜果 嗜果里面他只除掉离戏果 因为我们刚刚最后这个看的是 不善 然后他导致无忌的时候 他有等流过 这里他没有讲等流过 原因是在下面这一章才讲 不善跟无忌怎么会有等流呢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因为后面也会一直常常出现 因为不善跟无忌本来性类不一样 怎么会等流 这个就是在论里面有特别提到 所以问无忌跟不善如何等流 答说 这下面这个答呢 就是论里面有提到的 片行不善 这里呢 可能要请你注意一下 他特别把不善分出来 我们的片行 十一片行里面的不善跟善分出来 先看一下这一章 这一章里面是片行 十一片行里面 有哪 在苦地下有十个 身边斜见见起 借近起疑无名 但是呢 还有这只有七个对不对 有十个还有贪称慢 贪称慢 因为这一张表没有全部出来 可能我要去看一下 这个是十六 这一张的苦地下有十个 特别我把身边两个用绿色 然后呢 其实我原来这一张图是另外一个讲解 这里的贪称施慢呢 他比较难断是属于这个修获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是十一片行 十一片行是苦地下有七个 极地下有四个 然后呢 这七个呢 就是从我们的身边斜见见取 借近取 还有疑更吃 无名就是吃 这七个 然后这七个里面呢 刚刚我们请你对照我们课本398页 片行不善 片行十一片行里面呢 应该这刚刚七个再加四个 极地下有疑斜见见取跟 无名 这样子 后面四个再加上前面七个 那里面的不善呢 是把身边二件除掉 其他都是不善的 其他片行的不善呢 如果我把十一个除掉 这两个剩几个 九个 所以呢这边你旁边 记得请同学写九个 这九个就是斜见见取借近取 疑更无名 这五个 然后呢再加下面的 这个斜见见取借疑更无名 下面四个 上面呢 五个加起来就是九个嘛 就是反正你就把身边两个除掉 你就是剩下九个 所以呢 我在那个讲语里面 特别他把身边分出来 因为身边他不是不善的 为什么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会执着说 身见跟边见的时候他认为说 人死如都没有 上次讲一死百了了 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他觉得 就好好当人 也不用修行啊 没关系 所以他觉得心好就好了 但是他会执着说 这个射身是死有的 我就要好好照顾我这射身 然后他可能对身体 或他自己的观念他很执着 所以他就没有倦延启法 他没有看到诸行无常 诸法我 他不知道这个五蕴生是无常的 他这个就会障碍他成就圣道 虽然呢 这个内门转 就是说他只是一个观念的错误 但是他不见得会照不善也 很多高知识分子的所知障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他就认为说 下一次还是当人 所以他对于善恶的观念就不会很重视 也没有什么无所谓 所以他在因果上 他就不会觉得很看重 觉得也不一定会有果报 但是这个就会障碍他的 这个对正法的了解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他不是不善 是因为他可能不会去照不善也 可是他观念的错误 邪知邪见就会障碍他 了解活法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我们这边特别把它分出来 片形的十一个片形是 我们欲界产生所有烦恼最严重的 他会去染污其他部 苦部 疾部 灭 道 眉部 五部 致部烦恼会染污其他五部 还有修获 所以片形的不善有九个 但是这九个里面呢 还有呢 贱苦所断还有剩下 对不对 我是把身边除掉以外呢 我还把借进取、贱进取、斜贱 跟怡还有痴 除掉还有哪些 这旁边我上次有请同学写 就贪、痴、慢 贱苦所断剩下的不善业是贪、痴、慢 但是这些不善跟贪、痴、 他也是不善业 因为贪、痴、慢就会导致 我们去造不善业 他就是一个同类因 前面我今天复习同类因 他就是一个染污的同类因 他就会让你产生更严重的身边见的有护无忌 有护无忌会障碍圣道 但是不会产生果报 所以他会缘起自己这一步 欲戒苦地下这一步 就会产生其他五步的烦恼 每一步下面都有十一个片子 然后他就会再染污其他地方 所以他这边呢 为什么无忌跟不善之间会等流 是说这些不善的同类因 他就会引起身边见的这个无忌 有护无忌 所以佛法最重视的 其实还是在知见 你的知见只要是偏了邪了 那这个就会导致很严重 因为最后断烦恼是在你的观念 你有智慧观念正确去断烦恼 所以知见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要不然外道也打坐 我们佛教也打坐 那差异在哪里 有观的这一块 观的这一块又有经教的引导 你才能走正确的路 所以这个可以为等流果 然后下面刚好也有一个 所以我把它顺便讲完 后二三三果呢 后面讲的是无忌了 后是无忌 然后呢 因为他在善跟恶的后面 所以是无忌 这个无忌业 他的造作呢 就会产生善法的作用有两个果 是一定是适用跟增上 隔一行就有讲 以善法为恶果是适用跟增上 以不善法的话 无忌业的造作 产生的不善法的功能作用的话 他就有可能是三个果 就是还有一个加上等流果 跟我们现在讲解的这个一样 他也是呢 他原来是无忌 但是有忌无忌 他也会去染污产生不善法 所以他在第三行回答说 身边的无忌 这里就可以写有忌无忌 身边二件在无忌里面是有忌无忌 这个有忌无忌呢 我们刚刚给同学看到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这个有忌无忌 他就是一个染污了 无忌无忌是不染污 所以呢 你如果有带那个聚色药衣 你就可以在上面稍微写一下 他的表格里面 有忌是染污 然后他会障碍甚到 但他不是二 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 他不是 他不是不善 但是他观念错误 所谓不善是他会去做不善的 所以这一节不是二 就是说他不会去造二 所以你今天你去跟一些非活教徒 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观念 其实活法检查就是三法印 他很多观念是很长 他觉得抓着长 我的身体是长 我的生命是很长 我的所有东西是长的 有这个长也是一个错误观念 那你就会坚持你自己的观念看法 跟我的拥有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金刚经的剥落智慧 破诸 所有相都是虚幻的 但都是旺的 但是在他们的看法就是 不是这样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不是不善 但是在间地上是有染污的时候 还是会障碍他的圣道 所以为同类以诸不善 这里的诸呢 是五步不善法 因为呢 他是这个身边的有户无忌 他就会成染污到其他的五步的 遍形的烦恼 所以他还是等流过 那以无忌法为三国 就是除掉易熟跟礼系 所以这边呢 有一个错字 在399页最后一个字 易为三国 就是无忌页的造作产生的 无忌法的功能作用 总共有三个国 因为他们一定是等流 同样是无忌 但是你会看到无忌 你会问 为什么他没有易熟呢 因为他无忌 无忌就不会造作 就会出现我们这张表 对不对 这张表里面 你看他第一 最后这个无忌呢 他就完全没有 对他下面完全没有易熟 为什么 因为无忌页本身就没有级别善恶了 他就会产生易熟果 他不会 前面这个不善业 他在无忌法 他却有易熟果 他的最后产生造作的作用 产生出来是无忌法 但是他是由不善业去 这个因来产生的无忌法 所以他有易熟果 每一个无忌法下面都有意 是善跟不善的有 无忌业的他就没有了 所以你这一个清楚的话 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下面的部分 你就可以了解了 那些我先看到这里 那刚刚那个改字 我可能讲太快了 再讲一次 三九九页最后 第一行最后一个字 亦为三果 那个无法改成为 就是跟前面不善法的三果 一样是三果 亦为三果 这本书其实可能也没有再经过教稿 所以标点符号以外 错字也还蛮多的 如果没有看到同学有发现 也可以跟我讲 所以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改成为三果 亦为三果 好 那其实就是你前面的了解他的观念 后面大概你要去解读他那个文字就比较容易 所以呢 刚刚这一段呢 我可能再强调一下 因为他这个 我们的见苦所断 在我们的见苦所断 于的不善业就是 这个片形以外的部分苦地下 所以片形外苦下有贪称慢的非片 他不是片形的相应或 但是他也是不善业 然后这一张讲义我记得有给同学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刚刚看的善等于善等 这个呢 他第一个善等呢 是指三性业 就是善性不善性跟无际性的业 所以三性业个别对三性法就是了解有多少果 那以三性业来讲 他范围比较狭 因为他就是我们个人的生业跟口业的范围 那生业跟口业是社运 然后但是你的私心所要启动 私心所是异业 所以行运 就只有社运跟行运这二运 少部分为体 那如果呢 三性的法就比较宽 他可以通五运还有无为的部分 所以宽跟辖呢 两个不等 那以不善业以无计法 这个重点还是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部分呢 因为很多那个注解 这个另外呢 《季色论书》里面还有一个顿铃的注解 他也写 苦地下邪剑有三个跟疑还有无名 还有极地下的也是疑跟无名 还有两个剑就是邪剑跟剑取剑 这样总共就只有九个嘛 然后呢 还有剑苦所断于的不善业 就是我们刚刚讲苦地下的贪嗔慢 他不是片形相应或 但是是苦地下呢 十一个片形七个以外剩下的这三个 他也可以成为同类因 也可以引起身边二件 所以呢 这个都可以互为同类因 这样子 那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他像最后他写的比较详细是说 片形因跟 只要是有片形因的话 跟同类因他们都叫等流果嘛 所以呢 或是同类因等流果 或是片形因等流果 若无忌业以不善法为等流果的话 就是身边二件的有护无忌 他也会引起不善法 因为你对自己的自身太执着 你可能也会做出不善的事情 然后呢 有的人他就觉得说 这个 东西要吃新鲜 他有些动物还吃的是活的 所以那个就是你对身见太执着 太执着自己的身体 那未有身见边直见的诸无忌业呢 以诸五步不善法为等流 他也会引起其他五步 因为他们叫染污嘛 刚刚看这一张 他是叫染污的 所以他会影响其他几步的 他就是自己这一步苦 自不染污会引起其他四步 所以以诸五步不善法为等流 或为片形因的等流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接着是看到下面 接着是讲到三世的果 就是以时间来讲 只要进入时间 他都是有违法 只要是有违法都不是离戏果 这个你先要了解 就是他就一定没有离戏果 因为就掉入时间里面 有违法嘛 所以以三世来看这个 我们的果到底有几个 然后我们先看课本 三百九十九也一二三十五 第五行 过于三个世 现于未一二 一二的话就是跟前面那个世一样 有四个果 最后那个世是四个果 过世呢 过去 然后现是指现在 中间两个都讲现在 最后一个讲未来 然后是叶 过去的叶 过去的叶 现在叶 有两个未来叶 他来对我们的时间 来他余三 他过去再对现在 过去再对过去 过去呢 对过去现在 过去本身呢 再去对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他的叶呢 还是第二个叶是指三四法 然后他先把这个体先说出来 他写三四叶呢 是摄跟一样跟前面 摄行二运少分为体 那就是 一样是我们的叶嘛 的部分 所以一定是生叶跟口叶 还有 有私心所 那所以在五蕴里面是少部分的为体 若呢 三四法 他对的善法 里面 善叶对的是呢 过去现在未来 他就以五蕴为体 所以过于三个四 过去的叶呢 他以这个三四法来看的话 他有四个没有离析过 刚刚讲只要掉入时间 就没有离析过了 所以过去的叶呢 从过去现在未来来看 他有四个过 那这个就先看一下 因为课本没有写的很详细 他大概只写这样 那怎么会有四个过 这个是严培法师那本里面写的 因为呢 过去一页来看的话呢 他这个会有四个过 是因为他有相应音 具有音 能作音 是通三四 通三四 这个我们之前上的课程里面有 就是他是通三四的时候 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 那这样子相应跟 具有是什么 试用果 然后呢 能作音的话呢 是真上果 所以他就这两个果都有 这个 这三个音是通三四的 在我们前面的更评那边 有介绍过时间 所以那边的观念呢 其实他就在后面把他的这个理论呢 是相互相有相关的 然后过去的善恶业为因 能够遭感一首果 然后这个地方呢 金石同在过去 现在你得到一首果是过去嘛 所以有一首果 他也有通三四 然后后后呢 是现在跟之前也有相关 你今天这一世的一些生活环境 还有你的物质条件 还有种种人生的遭遇呢 都跟前面有 所以后后是于前前 后面呢 是跟前面有一些相 类似的地方 这也是相类似 所以有等流 所以他这有四个 然后过去也忘于过去的法呢 也是有四个 对不对 他已经 那未来 现在讲现在 那现在跟未来呢 也是如此用这样的去看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现在对于未来一而 但是他就没有讲过去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以现在来看 望于现在跟未来来讲的时候 所以他第二句是 一而是说 也有四个果 也有前面讲的那四个 然后呢 现在对现在呢 只有两个 就是四用果跟真上 因为现在的时间 就是当下这一个 他觉得没有前后相似的 这一个问题 所以他没有等流 然后呢 他还没有 因为当下的这个时间 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一首 所以这边他有讲 我用黄字 特别去用黄色的出来 为什么没有一首 因为他就现在这一年 一首果是有前因跟后果 他现在当下这一年就是没有前后 所以在第二 他没有等流 这是因为现在他就没有所谓前后 然后呢 为什么没有离析过呢 因为他就是堕在这个 三世的时间里面 所以他没有离析过 虽然是现在当下的这一年 但是他还是有时间的观念 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 这个就是活在当下 当下这一念的部分 他就是还没有等流跟一首 只有呢 适用跟真上 就看你怎么样去隐身你这一念 然后呢 让你自己有向上的力量 那下面 限于限二果 这里就只有两个 然后 未于未果三 那因为未来的时间也是没有前后的这个 所以他没有等流以外呢 他有哪一个 他也没有离析过 因为他有时间的关系 但是他有一首果 在我们课本三百九十九页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三百九十九页里面 未于未果三 未来的业以未来法 唯有三果 就是除掉了等流跟离析 他有一首果 好 有一首果 好 这边就看一下 因为呢 嗯 特别可能前面这个地方呢 未来式的业呢 对于未来式的法 因为那个都是在未来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去感受到未来 所以我们没有感受到他时间的前后了 所以他没有等流 具有三果 他是除去等流 那因为只要掉入时间都是有违法 所以他没有离析 他只有试用跟真上还有异首 那为什么要除等流 是因为未来没有前后 要有前后才讲等流 前前 就是厚厚式前前这样子 相等类似 然后为什么要除离析 因为他除掉三世的部分呢 他有时间掉在时间里面 所以有只要有时间都是有违法 那顿林这个法师他们另外的解释呢 就是说 具有相应因的通未来 这个在我们前面可能有讲 他有通未来 所以他有试用过 然后有一首果是因为 未来呢 虽然没有前后 可是这个一首音 却在我们现在就建立了嘛 过去跟现在就在建立一首音了 而且这个一首音有善恶的关系 那果是无际性 所以未来呢 他是可以有这个一首果的 所以有一首果 那课本里面还有一句 最后句点以下还有一句话是 他把这一句话是 是从论里面把它放进来了 不说后叶有前果者 前法定非后叶果故 前面的法决定不会是变成果了 后叶 叶的话是造一个音嘛 我们的叶是一个音 后来的这个音 变成是变成颠倒了 应该是前面是叶后面是果 结果他变成果是在前 他有前果 然后呢 因呢 却在后面 所以他说不说后叶有前果 就是变成因果颠倒了 这样子 他说不会是这样 前法定非后叶果 前面呢 前面的法呢 决定不会有后面的这一个果呢 叶果是叶果是一个果的意思 前面的法决定不会有后面的果 前面的地方绝对不会有果 反正他这个文言文呢 就是最后我们红色这个 没有后因前果 没有说因在后面前面在前面是果就对了 结果因果变成了反过来 只有一种情识是因果同时 要不然就是前因后果 绝对没有说后面是因前面是果 红色这个颜色的字里面讲的 这句话最主要是要讲这个而已 就是说现在是不说过去法 就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讨论的时候 现在只有讲未来跟现在 他就不再讨论过去了 对不对 在显示宋中只有现在是不说过去法 也不讲未来法 不是 现在是不讲过去法 然后未来法也不讲了 现在跟过去的原因是这一句 就是因为他要讨论的是果的部分 他就不是讨论因了 因在前面果在后面 所以他只往前看 就是如果我讲现在 我就只讲现在跟未来 然后如果我讲未来 就只讲未来 就不再讲现在跟过去 这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写这个颂句 他把它交代清楚 让你知道 为什么 他在颂句只讲 过于三个世 限于未一而 他没有 现在他就不讲过去了 然后只讲现在跟未来 限于限二过 然后未来他就只讲未来 他也不讲过去跟现在 未于未果三 是这样子 现在这个地方是要跟我们说明的 看一下 那这个还是另外呢 是光继对于这个地方的解释 一样大概呢 应该是跟前面那个也很相似 然后他也把体讲出来 这个体 其实我们课本这边的内容 有一些他是参看了光继的放进来 所以他这边也有讲到 三 最第三个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夜得果里面分六个小节 这个三世相对果是属于第三个部分 以三世夜对三世法来讲果有多少 三世夜呢 比较范围比较小 三世法范围比较宽 然后呢 下面那个就讲到 过去一夜呢 妄于三世法为处离系果 因为离系果是无微 无微的体 他不在三世里面 所以呢 不是会掉在时间的里面 所以非三世所设 所以要处之 有于世者呢 其他四个就是相应 具有能做等因通三世 这个相应具有能做通三世 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前的课程 我再看一下聚色遥移 你好像也有这一张表 他有一张表 但是他讲到是取果跟余果 如果你有带粉丝 然后六十八月吧 等一下 相应具有跟能做 他又画线条 有过他通三世 相应具有能做 他们是都通过去现在未来 不过因为他其实这一张 最主要他是要画那个过去 他现在他没有这张没有画到未来 他是取果跟余果 另外应该是我们另外的部分 要回去看那个好像眼培法师那一本 好像有画 好 然后再来呢 试用跟真 所以他有试用果跟真上果 他就通三世 他产生的就是通三世 就是通三世的部分 好 然后一首的话呢 有一首是过去善恶 所以感的善恶过 他也是今时同在过去 好 也有过去跟现在 过去跟现在 好 然后等流的话 后面至于前 所以有也有 也有这样子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静坐一下好了 等一下再 那我们继续上课 这一张表就是我们刚刚宋句的介绍 过于三个世 限于未一耳 限于限二果 未于未果三 好 这三世叶对三世法产生多少果 他一个一个 大概呢 把它列出来 那你看到一定没有离析果 是不是 因为只要落在时间的向上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违法 对 好 第一个呢 他就是五果里面少的一个离析果 好 三世法 过去世的叶呢 来对三世法的话 有四果 现在世的这一个叶来看 现在的话就不往后看了 因为他是要推敲果的原因 那因一定是在现在果 就在未来 所以未来世的法的话 就有四个果 果一定是在未来 以现在的点往前看 然后或者当下现在有果的话 就是试用跟真上 好 就是各位同学来上课呢 就是你有一个想要加工用型产生的适用果 好 引你向上 所以 那因为你能来上课代表其他的因缘不障碍你 所以有真上果 现在世的现在法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定是二果 就是有试用跟真上 限于限二果 那限于未来的话 有四个 就是未来的话一定会产生果 所以有益守果 那当然也有等流果 现在你知道什么因 未来就是什么果 你现在有听经文法用功 你未来的果就是不一样了 他就是有一个等流果 然后未来世的话 再往未来的时间 好 的来看 他不再往过去跟现在看 那过去 因为过去跟现在 他只是一个因 他现在要讲果 所以他一定是在往他的后面看 那就有三个果 就是有试用有真上 那当然未来 因为他看不到时间的前后 所以他没有等流 那他一定有益守果 所以这张表呢 大概是这个情形就可以了解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这个时间里面 他一定是叫做有违法 因为只要落在时间向上的话 他就是一个有违法 那有违跟无违呢 我们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其实就有讲过了 因为据色论他就用有违无违 还有有漏无漏 一支去分析他的法 那你一定要了解 有违的是哪一些 无违是哪一些 有违的在我们苦极灭道里面 就是苦极道 因为下面呢 就会谈到很多有违无违 有漏无漏的部分 有违就是我们的四圣地里面的 苦地极地还有道地 因为道地是哪一些 三七道平八正道 是你用有违法去练习 因为你要从四念处 然后呢四正琴 首戒 戒定会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上来 所以呢有违法 道地 所以道地是叫做呢 有违无漏 他可以达到无漏 他虽然是有违法 可是道地比较特别是因为 他是可以从有违法产生了无漏 所以现在先把有违跟无违 讲清楚是 有违法呢 就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三四页来看 他本身就是在有违法里面 因为他在因缘和合造作变化里面 会陷入时间空间里面 那诸缘和合而成处于互相的看到 他们的联系跟生灭变化 那无违法的话呢 他是三个无违 是我们据色论里面的哪一个部分是无违法呢 他不是因缘和合造作变化 跟刚好前面那个有违法相反的部分 好 就这一张图 好 这一张图的苦极灭道呢 里面讲的有违无违 还有讲到有漏无漏 整个是这样子的情形 就是呢 苦地是有违有漏 极地也是有违有漏 道地比较特别 他是有违无漏 这个一定你要清楚 然后他在分析法的时候 你就会很知道他现在讲的是哪一块 那所以呢 离系果他在哪一块 有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 他在灭地 他在无违法无漏 这一个地方 他在三无违 虚空无违 折灭无违 非折灭无违 所以下面我们会讨论到离系果的时候 因为离系果他本身就不在三间内了 好 所以他不是有违法 三间内有时间空间 有违法是苦地极地跟道地 然后呢 这三地里面呢 又要分有漏跟无漏 苦跟极必然是有漏有违 但是道地的话呢 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修行次地修上去 三七道平也可以讲是八正道 这样的修上去是有一个次地 他是有违法 可是他可以达到无漏 然后呢 当你 所以我们的四双八倍 前七个呢 是初果向初果 二果向二果 三果向三果 四果向 这前七个呢 叫做呢 我们的有学位 然后无学位呢 在哪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阿罗汉 但是有学无学都在哪一个位置 在这一个表里面的道地 他是一个有违的修行次地来到四双八倍 可是他可以达到无漏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再超越过去的时候 我可以来到灭地的无违法 我还要从四双八倍这个修行的次地 再超越出来的时候 我才可以进入正德折灭无违法 然后的无漏 所以是到灭地 所有烦恼都灭地 所以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之前 刚开始上课有讲 可能有一些同学忘记了 我现在再强调一下 无漏为道地 道地本身就是有为无漏 这个是宋句 然后呢 无漏里面还有三无为 可是三无为却是怎么样 却是呢 无为无漏 他也是无漏 可是他是无为无漏 道地是有为无漏 那这三无为里面呢 虚空无为 折灭无为 非折灭无为 有三无为 这样子可以知道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宋句呢 在我们的三百九十九页最后一行 同地有四国 就是一地 哪一地 就是玉界有五去杂居地 然后呢 我们讲三界有九地 再来呢 色界有四地 无色界有四地 加起来就九地 每一地呢 同样那一地 就玉界的五去杂居地 它就有四个国 但是异地 假设我从玉界要修到 这个打坐的时候 你可能有到了 无色界的时候 好 那他就是换一个地了 他的国就二或三 所以他这边 在我们三三九页 三九九 不好意思 三九九页的 最后一行 此曰 朱地页 旺朱地页 同一地的页呢 它有 会产生的是呢 四国 唯果的差别 应该知道呢 朱地页 他的体 还是要把那个体先讲出来 就是也是 摄印跟行运二运的少分 然后呢 朱地 就是三界九地的法呢 还是通五运 这个前面相同的 然后同一地有四个国 就是五国里面 我们知道 这里一定是没有哪一个 离戏国吗 好 因为刚刚我特别让同学看那个表格呢 离戏国呢 它是在 它是在无为无漏 对不对 无为无漏的部分 无为 但是它是无漏 离戏国刚刚讲的是在灭地 是无为无漏 所以呢 它一定有违法才有时间 那因为也有空间 这一地是特别强调是空间 因为呢 刚刚我们讲的三四国 那现在要讲了租地的国 从此地是租地 在我们倒数地上 这里开始要讨论是 每一地有哪一些国 好 然后这个地的话就是讲到是空间 那只要是有空间时间都没有离戏国 所以这里呢 的四国就是除掉离戏国 好 所以四百页的第一行里面就 同地 九地中随何地业 只要是同地的法 好 这是我们御戒的部分呢 那就是御戒的法的时候 都是释果 除掉离戏 好 那下面呢 义地二或三 好 义地二或三 就是说 那我不同的地的话 好 义地法呢 有二果 试用果跟真上果 刚刚讲就是说 就像你们来听经文法 你打坐也一样 好 就是你有试用 你有加工用心 然后呢 有这个 向上引发的作用 所以会产生适用果 然后有没有障碍的话 有真上果 义地法有二果 然后 但是他是有漏 特别要注意 第二行的一开始讲 有漏液的义地法是二果 那三呢 是无漏液的义地法是三果 就是比前面的二果 再加一个等流果 那他只讲说 因为不堕于戒 因为在无漏液来讲 他就是 当这个人已经见到的时候 他可以呢 不受限于 他打坐的时候 可能可以从 这个欲戒的位置定 可以来到了色戒的禅定 也可以呢 进入无色戒的禅定 所以呢 如果无漏液的见到圣人 现在讲的是见到圣 未见到的不是 因为要无漏液 为什么会多一个 不堕于地的等流果呢 是因为无漏液 他是指见到的圣人 你有看到这边的无漏是从哪边开始 道地 而且这个道地是要见到以上的 有为无漏的 所以呢 他的无漏液是见到圣人 他可以依色戒的初禅 然后生起无漏的时候 他还可以再往上修到二禅的无漏的定 那所以他的这个九地都可以互为因 互为因就是 圣道他就不一定系属于哪一地了 他不堕于地 他就可以呢 九地互相都可以为因 然后往上往下都可以 因为无漏法他就不限制于哪一地了 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特别的解释 我看一下这边 另外那个延培法师那一本他就有说明了 那这边他一开始讲说 我们的哪一地的业干几个果 是玉界 然后但是他是同地的时候 就是有两个 那如果不同 你可能从我们玉界跨越到别的地的时候 那就一定是要有无漏业才有办法 一定要现在课本 我们所讲的 他这个地方讲的 要有这个无漏业的时候 他的异地法才有多一个果 好 同地法在九 九 同地由四果于九地中 任他属于哪一地的业 都以同地法为四果 除掉离戏果 因为离戏果不戏属于地 那如果五去杂居地 就我们玉界是五去杂居地的法 也是四个果 这是同地 这是同地 那异地的话 九地中的业里面又分了有漏业跟无漏业 有漏业的话就是说 还没有见到以前 他旺比另外一个异地法的话 他是两个果 就是适用跟真相 因为就像他举个例子 欲戒加行善心 如果你在欲戒加公用行善心 入出禅定的时候 有引起的力量 这个引起的力量就是试用果 那彼法不战 那就是真相果 那为什么没有益守果 因为没有欲戒业可以感得 这个初禅的异守 因为初禅的异守跟我欲戒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没有等流果 因为有漏异地是没有同类因的 因为两个是不同地 对不对 一个欲戒一个是色戒 那当然他没有同类因 所以他只有两个就适用跟真相了 假设这一地的无漏业就有了 无漏业因为他可以不同地有等流 等于说你在达到见到以上的时候 他就没有被限制于那一地 他因为他无漏的关系 他就不受限于这一地了 他可以从这一地跨越到另外一地 所以呢 他有适用真相跟等流 他只是没有益守跟离系而已 为什么他有等流 因为无漏法不堕于地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课本第三 他只写这样短短 他把这个等流的原因写在这里 就不堕于戒 就是不会受限于那一地 异地相忘了 有同类因 所以呢 他有等流过 他不限于那一地的话 他不同地就可以互相了 为同类因可以修上去的话 他就变成有等流过 所以他可以从色戒的初禅呢 无漏再往上修到呢 色戒的二禅的无漏地 所以他九地的圣道都可以互相为因 的话就是我们讲这个同类因 那为什么他没有益守过 因为他已经是无漏业就没有了 他也为什么没有离戏果呢 他是无漏对不对 但是我刚刚特别强调 离戏果是哪一个 无为法才有 无漏还没有 还要从阿罗汉最后的那个 有为 有为无漏的那个部分 还要再超越 才能达到无为无漏 好 这个地方可能稍微要清楚一下 离戏果他一定是要无违法 他不细戒也不细帝也不细时间 那因为呢他是不属于戒跟帝所设的 这样子 好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离戏就没有这个同类因 他就没有 除非呢你是无漏法的时候 但是特别讲离戏没有同类因 等流的话因为他是无漏 无漏的话他才有等流过 同类因可以互相 但是离戏是没有同类因的 离戏是完全没有同类因的 这个讲到是我们 讲到果的部分是不是 第四个了 相对果 这个讲相对的 相对果要再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讲注解 有两个光继跟顿灵都是对这个的注解 对这个的注解 这个是下一个 他就会产生是这样的情形 诸地中任何一地以同地法是试果 没有离戏果 但是因为他没有受 离戏果不受限于戒跟地 所以你现在有地的话 他当然一定没有离戏果 你看下面那个无漏液 也是要把离戏果除掉 然后诸地的有漏液呢 因为他就只能在自己那一地了 所以只有试用跟增上 有漏液的部分呢 如果同地的话有四个果 就是还有呢 这个益手果跟这个等流果 因为同一地嘛 同一地有等流 可是有漏液的异地的话 他就没有等流了 玉戒跟色戒是不同的 然后他也不可能 因为你还有有漏液 你不可能去产生 你在玉戒 即使你打坐到出产 你也还是五漏液的话 他就可以呢 久地互相为因 所以呢 他有等流 他有等流 但是他没有离戏 是因为他不是无违法 他还没有达到无违法 所以他一样要把离戏 重点还是在这个租地 因为他是租地中的五漏液 还是限制在某一地 离戏的话他没有地的限制 所以离戏也要除外 然后他 因为他是五漏液 所以也没有益手果 看我们这个就等 这里比较需要看的是下面这个 他说租地内延除离戏 以离戏无违 所以不是地所设的果 刚刚特别离戏是无违 不是五漏 这个请你要记起来 他没有被限制在哪一地 他是无违 他不被限制 那所以有事可知 有事可知 然后异地 现在讲的是租地的自己同一地 异地有二国 如果异戒的嘉行善 这个还是在有漏 引起初禅定 有引起的力量是适用 因为嘉行善只是 你还是在有漏的善业里面 你可能从异戒的嘉行善心 进入了初禅定的时候 他一定有适用过 可是他还是在有漏这一块 那也有真相 因为你一只努力 没有人去障碍你 然后无异戒的 无异戒业感初禅的异熟 所以没有 但是没有异戒的去感得初禅的异熟的果报 不可能跨不同地去感得他的异熟 所以没有 那有漏的异地没有同类因 所以也没有等流过 好 就这样子 那接着我看一下我们的三百 再来四百页 四百页的颂句三学 这里呢 学于三个三 他现在要用 学、武学、非学、非武学来分析 那比前面更复杂 所以你前面要头脑清楚 要不要这边 他的非学、非武学呢 他又有一个界定的范围 然后学业 我刚刚讲学是四双八倍前七个 出果像出果 二果像二果 三果像三果 四果像 这样七个都是学位 都是还在学习往阿罗汉的最后的境界 这样修行 那学于三个三 你看这里的三呢 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看的是三种人 就是下面有武学 这个第一个是学人 第二个是武学 第三个是非学、非武学 然后呢 这个最后那个数字 第一句的最后那个是三种果 三种人对三法 哪三法就是 应该是我们的善 二 还有呢 无计吧 是不是 作为因 所以这边他是 一样他先讲三学的业呢 就是有 学业 然后无学跟非学、非武学 对三学的法 就是呢 学法 这里他不是善二 是三学的法 是学法 无学法 跟呢 非学、非无学法 这也是三学法 不是三 然后一样是呢 他先讲他的体 前面呢 是讲社跟行二运 也是少分为体 邪业 一样 因为你可能也是生业跟口业去修行 然后你的私心所谣 所以 那无学 业以无学的 一样 他一个一个 在讲无学业的时候 他的体是什么样 也是社 无学为的社 行二运的少分 然后非学、非无学的 也以有漏的社 行二运 少分为体 最后这个比较需要说明 因为呢 学法 开始都叫做无漏了 你要了解 所谓进入学位 都是进入建岛以后了 所以学法 以学位 有为 无漏 他是叫做有为无漏的体 就我刚刚给同学看了 然后无学法呢 他也无学位的有为无漏体 他们的体都是有为无漏 只是一个是在有学位 一个是无学位 然后最后这一个呢 最后这一个是 非学、非无学法 除有为无漏法 为什么 因为非学 没有在学位的是哪一种人 就我们 我们还没进入学位 还没进入建岛以前 那他是有 有为的 五蕴森 他其实呢 就是一个有为的 看一下 他这里没有把它写出来 看一下 我们先应该看一下课本 课本这里 课本的 16 第六行这里 刚刚我们已经从课本这边 跟头以目呢 配合看 色行二运少分 学无学色运是 达到的是 因为学位了嘛 所以他达到的是无漏的戒了 他的色运已经有 我们讲到道贡戒了 但是行运呢 当然 他的那个诗也是道贡诗 道贡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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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非学的话呢 讲的是五蕴 然后非无学呢 他这边讲的是 有为 然后无漏法 以余一切法 就是呢 剩下的非无学以外的 就是哪一些呢 就是变成了 五蕴法 所以这一个最后这个是 有五蕴又有五蕴法 以余的一切法 一切法里面还有包括的是五蕴法 所以最后那个是有五蕴 有漏的五蕴还有五蕴法 因为他这边写非学非无学的色蕴 有漏的色 有漏 他这也有讲有漏色 就是有漏的五蕴 少分 因为非学嘛 然后第二个是非无学 所以 他的学等三法了 他的学等三法是法到通五蕴 但是呢 他的这个色蕴呢 非学非无学的色蕴 是有漏色蕴 有漏色的少分 然后 还有最后这一句比较重要 非学非无学法兼取三无为 就是刚刚给同学看 虚空无为折灭无为非折灭无为 因为呢 这个部分他就是把 学呢除掉了 叫非学 那无学也除掉了 剩下的一切法是哪一些 那还有无为法 所以呢最后这个 含有漏的无蕴还有无为法 兼取三个无为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叶比较狭 法就比较宽了 因为这个包括了 法有三个无为法 还有呢 三个无为法在里面 应该是我们 我们先把这个课本看完好了 课本他几乎都没有讲解 所以他只把这个 由几果都写出来 学于三个三者 就是有学业 于学等三法 各为三果 是这个四双八倍的前七个 是他对于呢 这个有学业去造作产生出来的 有学法呢 他有三个果 然后各等 一对还有无学法 还有呢 非学非无学法 就是余学等 有学法跟无学法 还有呢 非学非无学法 他们都各有三个果 各有三个果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学位 所以他一定没有一手果 所以下一行他讲 因为学业与学法 所以呢 他只有三果 就除掉一手果 然后呢 他也除掉了 这个离戏果 因为我刚刚讲离戏果是什么 是无为法 所以他这个是在那个 无漏而已 他不是无为 因为他还在学当中 然后呢 下面呢 以无学法为三果 这个他有在讲 有学的是三果 无学法也三果 也是一样 除掉一手跟离戏 然后一样是 从这个学位于三嘛 这个三就是有哪 无学法 然后呢 有学法 学法无学法 还有呢 非学非无学法 这三法都是在我们解释里面的第四行 学悦以学法 第一个 然后以无学法也有三果 然后以非学非无学法也有三果 他们都是除易熟跟等流 是不是 没有 不是相同 第一个是除易熟跟离戏 第二个呢 是除易熟跟离戏 可是第三个不是 因为第三个很特别 第三个是五蕴跟无为法 所以他不除离戏 他有离戏 所以他不除离戏 他有离戏 这样知道吧 离戏你要特别把它写 离戏是五违法的时候 而且不受限于时间空间的时候 那因为最后那个非学非无学法 他呢 有五运 有有漏五运 又有余的一切法 就包括五违法 所以呢 他有三果里面是 试用果、真上果、还有离戏果 然后他除掉的只是易熟 因为呢 他有里面已经达到尾 他除掉易熟 他也除掉等流 好 那三个三先看一下这里好了 看一下时间还有十分钟 这是学业产生学的时候 有三法、三果、学业以学、三 试用真上等流 除去易熟跟离戏 好 因为他在有学当中 他是无漏没有达到尾 那因为学业与学法同样是无漏 所以有等流 然后学业妄于学法有引起的作用 所以有试用果 因学业不障学法 所以有真上果 那因为学业是无漏的 那所以没有易熟 只要无漏就没有 那学业是有违的 有违 所以不得离习 有违 无漏的话都还没有进入离 离戏要是无违法才可以 然后再来 这个地方 下一个讲 学业以无学法为三果 试用真上等流 除易熟跟离戏 是其中试用果 他这边有特别说明 这个解释是在另外光系里面 就是说金刚御定是我们的最后的五间道 金刚御定的五间道对峙完烦恼 他就会进入禁止 所以他正因为他是学位 但是他这个学位要进入无学位 对不对 金刚御定进去才正得是果 才能进入无学位 所以呢 学业以无学法的时候呢 他有这个试用果 就是他要从有学位进入无学位的时候 他要在金刚御定这时候 引申出禁止 好 就五 五间道是在 金刚御定有五间道跟蟹脱道 五间道对峙完烦恼进入 他的蟹脱道就进入了禁止 好 那于果呢 有无呢 也于 就只有这个试用果比较特别 其他的 真上果 跟那个等流果呢 都是一样的 他就不再讲了 他这边呢 就一样是跟前面一样 只是他除掉义熟跟离系 然后学业以非学非无学法为三果 就是试用真上 但是这个就跟上面不一样了 就我们刚刚讲 他的三果呢 是有离系 因为他有无为法 他除去义熟跟等流 没有等流过 因为里面这个 学位是无漏的 但是非学非无学是有漏 那又有无为 那两个是没有等流 学业跟非学非无学是没有等流 所以他除掉这两个 然后呢 学业对非学非无学法能够断烦恼正得真理 所以呢 有离系果 他在强强到说明是这样有离系果 就是因为 这个非学非无学法里面有无为法 就是代表他有正得这个真理 所以他有离系果 然后呢 从无漏官出 无漏是当下限官的 他能够进入无漏法的无漏业的人呢 才能做无漏官出定的时候呢 他出定了以后 最初是出定 他能够隐身非学非无学的有漏善心 说说明这个适用果 就是学业的他可能是进入无漏 然后他的无漏官出定以后 他能够隐身非学非无学的有漏善心 因为这里面有有漏 他会产生有漏善心 所以有适用果 那学业不障碍非学非无学的发生 所以有增上果 那因为学业呢 是无漏的 所以没有一收果 那因为呢 有为无漏的学业 以无为有漏的 这里看到无为有漏 很特别 非学非无学是无为有漏 因为他有有漏的无蕴 但是他又有无为 他是无为的有漏 是非学非无学 这个可能你可以自己写一下 那他们两个类型不一样 所以他没有短流过 再来这个学业以无学法的话语 这一三二对不对 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 一三二 这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增上果 其他四个都没有 因为无学 的话你已经来到阿罗汉 你又变成学法 那代表是什么 退堕的阿罗汉 他退下来了 所以呢 他会退下来就是没有 没有很多的 有一些都没有去障碍他 他就有因缘让他退下来 所以他只有一个增上果 其他四个都没有 因为他变成是退步 他不是进步 所以他没有试用果 也没有增上果 有有不好意思 有增上果 他没有试用果 试用果要加工用心 他因为增上果是说 你不管你是要下舵或往善 只要不障碍的都 都叫增上果 他这边下面讲 怎么知道有增上果 因为无学为不障学法的花生 所以有增上果 那没有一首果 是因为无学业是无漏的 那没有等流果 是因为讲等流的话 是要相等 但是这个是不是相等流 是一定要同等的 或是超越它 就后的比前面更优 或是两个相等 但是后面这个比前面更差 没有列的可以说等流 所以等流也要有条件 所以他没有等流 那他没有离戏果是因为无学法不是无为的 要离戏的话一定要无为 所以他没有离戏果 那没有试用果是因为呢 没有所谓的无学既然会变成有学 所以他这个就不是适用果 这在我们的 这我已经讲到中间了 课本里面有 不过课本呢 在我们的倒数第五行 这也无学132 无学132 它只是把这个列出来 无学以学法为一果 只有真上 没有讲原因 好 远培法师那本有讲原因 若无学业呢 以无学法为三果 就除掉易熟跟离戏 刚刚这个我只讲到 那这下面那个132 那个三呢 三的就请看这一章了 无学业以无学法为三果 试用真上有等流 然后因为呢 无学旺与无学 当然有等流 都是无漏性 那无学业对于无学法呢 他有这个引起的力量 所以呢 有试用果 相等的有 然后呢 无学业对于无学法不障碍的时候呢 就有真上果 所以他有三个 对 132 这是中间这个是3 好 然后呢 无学的无漏业不敢易熟 所以呢 他没有易熟果 他只有等流 试用真上 然后因为无学业是有为 所以不得离戏 所以他没有离戏跟易熟 无学业以非学非无学法呢 那最后这个是无学业以无 非学非无学是二果 是试用跟真上 他没有其他三个 由前面 前面我们的那个 这个是无学业对三法 那前面的学业对三法里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有此一此类推 好 始终呢 想无离戏果 因为呢 无学他不会再跟 往上去断或正灭的时候 他就没有无间道了 无间道是断道 离戏果要有断道才算是离戏果 刚刚我们今天复习有讲到 先让同学回家去 把这些稍微放到你的大脑 最后这个我们就把文 看一下课本的文字 非学非无学有二二无果 他只是把它说明 因为详细内容呢 我们就等下周再介绍 他想非学非无学业 以学法为二果 然后非学非无学业呢 这二果就试用跟真上 以无学法 就非学非无学业呢 他以无学法一样是二果 试用跟真上 然后如果非学非无学业 以非学非无学法的话 有五果 五个都有 为什么五个都有 另外的就有注解说明 大概我们了解一下 他怎么去分析这些果的条件 然后你以后呢大概看到你就知道 大概是一个念头或一个法呢 他大概有几个果 是这样子 好我们一起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好各位再一个字会一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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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